篩選的資料 剛剛是利用那個 所謂的篩選這個功能 去幫我篩出來 其實篩選功能這還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如果你要查一些資料的話 要不就是從資料庫先過來 然後再用篩選 查出你要的 把它另存 不過因為它其實 沒有很方便啦 因為當然你可以篩選部分 如果你要另存 你用進階的 但是進階它這個功能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比如說它可以另存 但是只限於同一個工作表 那這還是沒辦法 我們要另外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在篩選旁邊有個進階 進階可以另外 但是你要給條件 比如說你的條件是什麼什麼 你可以給它 它會另存 但是僅限同一個工作表 這可能是 也是沒辦法達到啦 所以要不就手動複製貼 那理論上 所以工作裡面 假設你會經常要查哪一類資料 並且自動產生的話 那我們都會用VBA 去把這個功能寫出來 也就是說以後你可以自己輸入某個範圍 比如你輸入開始的範圍的資料 結束的 那個日期資料 給兩個條件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這個就是所謂的查詢系統 那這樣好處就是說 在eSale裡面也可以快速查到你要的資料 只要你有個資料來源 快速就篩出來了 這部分的話 當然 其實撰寫不是非常困難 如果有興趣知道的話 其實 你們可以到我的 Channel裡面 應該可以找到你要的影片 只是說因為這部分 又是另外一個領域的東西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是資料庫 比如說是eSales 或者是eSales 其他資料庫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從 其他的來源 Microsoft Query 那要怎麼query這個東西 首先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是使用資料的話 無論是前面幾個 記得第一件事情 他比較不ok的地方就是你可能要先自己先產生一個空白的工作表 因為他最會問你說請問一下你要放在哪裡 不像說 其他的啦 其他就是開啟檔案他會自己幫你產生新的 這個不會 這個必須要 先開一個空白的 工作表 好沒關係反正你記得就好了 第二個的話呢 選擇 那個其他來源裡面的Microsoft Query 那再來的話呢 記得因為我們的資料來源 假設我要是從那個Acess資料庫 然後我就選擇Microsoft的這個 MS的 Acess Database 那你就選擇確定或點他兩下也可以 點兩下 這個時候他會出現 請問一下你的那個檔案放哪裡 那我一樣去找到了 CDA的User 我是放桌面 所以他一串好像他會記得剛剛的路徑 所以我就把那個路徑告訴他 在這裡面有一個 ACCDB的一個資料庫 然後呢我按確定之後 他會有用精靈的方式 Vaser的方式 就是 請你 下一步下一步 不過你要看懂他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請問一下 你要全部的欄嗎 如果你要全部欄的話 這邊有這麼多欄 那是不是每個都要 是的話請你怎麼樣 把它移到 右邊 所以基本上全部都要你可能全部都要點 他好像沒有一個功能是全部都要 這個是全部都不要 但是他沒有一個全部都要 按上面好了 按上面 對按上面可以全部都要 全部都不要 這樣的話呢 按下這裡好了 這樣比較聰明 不然的話要按那麼多下 這邊不用慢慢點 點這裡就可以 下一步 第二個問題說 那請問一下 你是要裡面所有的資料嗎 如果不是的話就下一步下一步 如果不是 我有條件的話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要做篩選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功能跟剛剛那個功能現在還蠻像的 只是說他是 在Microsoft Query裡面做 他的條件是針對這個欄位 出貨日期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就給什麼呢 給他跟他講說 我要出貨日期 是要怎麼樣 應該是 大於 等於 先大於等於 20 所以這邊 2010的1月1號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直接輸入 2010 用標準格式就斜線 1月1號 再來是 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 2010的6月30 好 介於這個 所以一樣啦 其實做法 雖然 不一樣 但是實際上 他背後運行的 跟剛剛邏輯差不多 差別是說呢 剛剛的方法 僅限於在Excel裡面的資料 這個方法是 可以是很多來源 你可以是資料庫來源 下一步 那再來的話要不要主要鍵 如果不要的話就下一步 直接按完成就好了 他會問你說請問一下你要放哪裡 所以我剛剛講 所以你要開個新的工作表給他 如果你沒有開個新的工作表給他的話 變成你要 擠到別人的下方 或者擠到同一個工作 那這樣太擁擠了 所以我們開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可以直接怎麼樣 把資料呢 幫我 複製過來 當然呢 底下 我剛剛講過啊 你有一個 直接 不要複製過來的話 直接連線喔 你可以直接倒到 樞紐分析表去分析啦 不過理論上 大部分還是會 把資料倒過來 再分析 因為你沒有看到這個資料 感覺好像很多地方 細節都看不到 按確定 好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把資料倒過來 但一樣喔 剛剛 出現的問題 其實 出現的狀況都會有 比如說像 他過來的時候呢 一定會是 一個表格啦 如果你不要 你可以跟剛剛一樣 把它轉換成 範圍 像我的習慣啊 感覺就不習慣這個東西 所以我習慣把它移除變範圍 第二個如果你要把它改為 那個一般的格 就是不要格式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清除它的格式 但是一樣問題是這個地方 日期他會 它會變成數字 所以你再把它的格式 怎麼樣 把它改成那個 把它再改成 就是一般的日期格式 OK 那這樣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Ctrl向下 56 剛好也是56列 所以跟剛剛的結果 會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呢 這個東西是要用那個 query 用那個Microsoft query 用query的方法 產生的 結果也是一樣 好 我們已經有了這個資料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 我希望算一個 達成率 那個達成率的話 基本上就是根據什麼 我 剛剛的資料 1到6月 因為其實只有1到6月 的 這裡面的資料 那我希望做出底下的達成率 那達成率部分的話 在我們那個 講義裡面 好像有一個 這個達成率部分 可能要自己再把它 加上去 因為 我給各位的範本 範例裡面好像沒這些東西 所以可能要參考 講義的第17頁 第17頁這邊有一個那個 就是做完的 結果 大概顯示出來 我們要算什麼 這個達成率 那達成率裡面的話 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可能會用到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也是檢視與參照裡面 它的名稱叫做 GetPivateData 也就是我要把樞紐分析表裡面的資料 把它抓到這邊來做計算的話 那你不能用平常的那種方式 你還要用 這個函數 才有辦法把裡面的某部分資料 帶到 你指令的儲存殼裡面 去計算那個 我們要的達成率 所以請各位 先試一下 把剛剛那個Microsoft Query部分 先練習一下 這個地方 記得做這個動作 先要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如果你沒有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最後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匯入到哪裡 那變成你如果沒有開新工作表 他會變成要跟其他資料匯入在同一個地方 那就會 可能有點問題 所以 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這個部分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算就是說 那個 業績的達成率 到底 如果說我今天呢 根據 某部分的 這個業績 我要讓他算出那個達成率是多少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才能做出 我要的這個達成率的計算 比如說我有個業績目標 一年大概 必須要銷售的銷售額 是 比如說 450萬 那最後的結果是不是達成了 還差多少 其實可以稍微算一下 請各位先試一下把這個 剛剛的第2種方式 篩選那個 這個 外部的資料庫 稍微試一下 那其實還有第3種方法 第3種方法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這個什麼 樞紐分析表 其實也可以篩選出你要的東西 這個 這個方法的話 剛剛一般書上沒寫 不過我後來是實際上 發現原來樞紐分析表 他也可以做出 我們要的那種 就是 那個效果出來 那只是說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